今天这个世界 人性坏了 社会乱了 地球出了问题了 佛慈悲 留下一副救命的灵弹 就是这部剧 这部剧能力 意思不同 还念老慈悲 提供了 丰富的资料 给我们做散课 真正 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我们 生起坚定的信心 发真实愿 求生基督 然后这一句 弥陀的功德 明白了 肯念了 不放松了 我们真正能 我们真正能 得利 真正能 诸弥陀之所主 行弥陀之所行 念弥陀之所念 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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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了 阿弥陀佛的 氛围了 现在人家 慈悲 决定 我们这一生 没错 因为这个法门 它这条件简单 就是真信 证愿 老师念 不认识 自己的人 没有念过书的人 都能成功 这是特别法门 三根仆贝 利盾全授 一个都不会漏掉的 佛说这个 今天 得阿弥陀佛的价值 得设法 一切祝福的价值 所有 才有这样殊胜 感应 放光显锐 真正 去来 谢 佛等 这三个词 过去 未来 现在 过去 佛 未来佛 现在佛 等 举三十佛 想念 这个一点都不下 用这个来推度 敬佛 所念 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 有深刻的体会 真正 真正能相信 这些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对自己就有信心 我们 我们自己就会认真念佛了 为什么呢 正在你念佛这个时候 你就得到弥陀 得到 我认真正 一切 一切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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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那问题在面前 智慧自然生起来 念佛的殊胜功德 就在现前 不是在将来 不是在明天 就在现在 佛力加持 什么灾难都化解了 为自己 为众生 能不念佛吗 能不真干吗 又何赞愿 我以三十诸佛 相念 内智的 内智 得五经福 一念 祝福 三十诸佛 相念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所以 欧耶大师告诉我 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成佛的 欧耶大师说 他是念佛成佛的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能体会到 摄放三十 所有祝福是怎么成佛的 全是念佛成佛的 这个秘医 在观经上 敬业三福 第三条 发菩提心 身心 因果 密集就在这一句里 这是什么因果 成佛的因果 念佛是因 成佛是苦 所以 菩萨一定要懂啊 一定要知道啊 念佛快速成佛 不用这个法门 成佛很慢啊 很长的时间啊 用这个法门特快啊